大家好 我是浪眼 很高兴大家能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主要关于比特币投资区块链是不是相关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要选择做第一次纪彩用顶级思维就那么为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关注浪眼 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说出货币作为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投资行业 进入的行业切不可抱一页抱负思想 或者就是就一万丈深渊 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一个2021年1月30号星期六 那么现在是中午的一个11点58分 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33,240美金的一个位置 好 现在回顾一下我们一个复盘的一个情况 那么昨天的晚 昨天是没有录制的 昨天一直在忙着开单 那么昨天我们做了什么动作呢 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昨天我们说到我们在这个位置进行的 到达一个34,000美金 这个视频里面可以进行一个波多空单的一个选择 那么比特币来到这个位置刚好接到了一个空单 然后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做空 我们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波做空 一波的做空 在这个位置做空下去 那么有大概有1000多美金 那么我们在这个32,000多美金的位置就止盈了 随后下午的一个4点多的时候 下午4点多 北京时间下午4几点多的时候 马斯克在出现一个黑天的事件 就是马斯克在他推特首页里改成比特币 然后随后比特币一路的进行狂飙了 从这个32,000美金一路的飙上了一个38,000多美金的一个高度 这一波的话 触不及防 触不及防 有很多的空单 就空单都已经 实现了一个损失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在这个途中其实已经套利了一部分了 对不对 所以是昨天那波上涨就是很好的一个套现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在上涨的时候我叫他进行一个抛售 抛售 对不对 这波套现的也是非常迅猛 那么经过昨天晚上的一夜之间的一个修整修复 那目前比特币已经快速的回到一个盘整的一个情况 回到了一个33,0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 它的价格的话还要继续进行一个修正 因为它今天跌了11%左右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回到一个盘面上来看 从两个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已经打破了一个正常的一个规律 对不对 经过这一波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对不对 马斯克 马斯克唱多这个比特币 随后很多的一个韭菜进行接盘 那么这一波的人接盘的话 非常恐怖 都是被接盘被套住了 特别是在一个37,000 38,000美金的位置被套住了 那么未来比特币会进行怎么样的一个走势呢 那么现在它在这个一个位置 它会进行一个盘整 今天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目前比特币是已经跌破了两个小时 一个不能带的一个中轨的一个位置 在一个不能带中轨和下轨的位置进行运行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那么也是出现了一个背里的这个情况 MSID 从这个指标这里出现一个背里的情况 MSID 对不对 说说虽然它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一个 一个修复 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波的话 即便 那么沙方的支撑已经到达了一个30,600 已经的一个位置 一个两个小时级别的支撑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我们迅速要把它画出来 因为现在的幅度振幅比较大 它的调整空间 调整空间大家是有误目睹的 对吧 沙方我们把它画出来 先做好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 那么沙方是一个支撑 沙方的一个主力位置在一个 33,600美金的一个位置 沙方的两个小时主力位置在一个 不耐中轨的一个位置 不耐中轨的位置是在一个33,800美金的一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目前的话 它还要进行了一波的一个调整 从两个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它都可能会进行一波的一个下跌之后 在沙方2500美金位置进行一波的一个修复 我们看能不能进行一波的一个修复 因为它现在是在一个小时的 一个布林带的一个下跨的位置 布林下跨的位置 它很快的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下方有个支撑 在一个32500美金 在这个位置形成的一个支撑 在这个位置形成之后 有可能会进行一波的反弹 到一个布林带中轨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在一个小时的 一个布林带中轨的位置 也是在一个3400美金 多了一个水平 3500美金 那么它会在这个32500美金 到一个35500美金的位置震荡 今天它的振幅区间 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说说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在一个32500美金的位置 在上方的一个35000美金的位置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进行一波的一个做空 在这个位置进行做空 要反弹到这样的位置 就有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做空的话 我还是比较顺的 我做空还是比较顺守的 因为做操作的时候 即便它在一个反弹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多单可以出掉 在一个34000美金 34000多美金 在这个位置做多的话 在33000 在这个目前 在这个位置做多的话 可以在34000美金的位置出掉 如果它继续反弹 就跟35000美金 35000美金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进行一个出货 在这个位置做空 这个是35000美金的位置做空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我的总体的输入 给大家带一下 就是你可以跌破这个位置 就是逃跑了 这个位置下方一个支撑 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支撑 在一个32500美金 在这个位置 如果没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没跌破这个位置 继续的进行一个多单的一个走势 走到一个 走到这样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位置反弹的话 如果在这个位置反弹 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反弹 反弹的位置可以考虑在这样的位置做空 在一个35000美金的位置做空 在这个位置可以 进了一个做空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话 整体的情况一直在进行一个修复 修复的过程当中 所说在操作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情况 情况 那么现在的话 它就会进行一波的一个 一会进行反弹的话 就在上方进行做空 那么目前已经涨了200美金 一会继续上涨的话 我们在这个位置进行 那么目前我们挂了一个多单的位置 进行 进行操作等下的话 在这个位置 如果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调 我们在这个位置做空 上方的指引位置 也是直接设置好的 那么我们看4个小时级别 那么4个小时级别的话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话 它已经达到了一个 不能带中轨的一个位置 那么不能带中轨的位置 它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支撑 所说我们4个小时级别的支撑 我们可以在这一带 进行一个操作 总体的思路还是不变 它目前的话 还是在一个不能带中 上方的位置进行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还有一个上涨的空间 可能仍旧没有结束 所以说我们在这位置 进行一波的一个多单 一个选择在上方 在考虑在上方高位的时候 进行一波小空为主 那么今天的思路 操作思路大概就是这样子 大概不知道大家能够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没有 如果没听懂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进行操作 那么很多朋友 就是在没有 昨天的话都是 注意涨沙跌 所以说导致了很多的一个亏损 那么一下子就亏光了 所有的本金 对不对 但是 所以说大家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谨慎的进行操作 理解这个盘面的一个走势 否则就会注意万丈深渊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个风险 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风险 那么在过程当中 这个操作上方的话 一样的会存在的 一样的思路 进行一波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一波的话反弹 等待它反弹一波 最后进行一波做空 或者是在下方的一个 32500美金的位置 附近进行一个多单的一个选择 在32500美金到33000美金的位置 就可以一个多单选择 到这个位置 然后进行一波这个做空 那么 整体的一个操作思路 就是现在 大家没整明白的话 多看几遍 把它整明白 整明白之后继续操作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 差不多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 关注点点 关注点的 关注好景点的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你都能第一时间 高收听到冷眼的节目 好了 大家每天在冷眼助理微信 你添加冷眼助理微信 那么 微信的一个拼音是就是 冷眼的拼写加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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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添加到冷眼助理微信 加入我们的社群 那么 或者是 回复666 再发放 领取一份草皮的一个口诀 添加冷眼助理微信 就可以发给你 回复666 就可以发一份 炒币的口诀给你 好了 我们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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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